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却又不肯放过我了 宿醉醒来的他将我吻得七昏八速 推都推不走 我忍不住发出灵魂拷问 秦夜 你最近很缺钱吗 秦夜的初恋女友和他分手了 他家一出事 柳安安果断抛下 他跟富二代去了国外 上飞机前给他发了一条分手信息 他应该很颓丧 不然也不会走在路上莫名其妙摔了一跤 把头磕破了 我马不停蹄地拎着果篮去看他 秦夜打开门 额头贴着一块纱布 俊俏的脸上没什么表情 他低头看见我脚边的巨型豪华果篮 眼皮子微微一跳 但还是伸手接过 侧身把我让了进去 秦夜 我尝试安慰他 你不要太难过了 他呃了一声 看见他桌上的泡面桶 我心里涌现出一股怜惜 你就吃这个呀 他回到书桌前坐下 应付一下 一旁摆着简历 计算机停留在某网站的招聘界面 他爸出事后 他应该过得很辛苦 我忍不住握住他的手 以后让我照顾你吧 秦夜缓慢地抬起头 眼神有些难以形容 我红着脸 轻声说 其实我一直都喜欢你 他眉头微挑 没有立刻回话 我期待地望着他 宋晨 他叫了我的名字 我心里涌现出一股不好的预感 就在这时 他手机响了一下 弹出了银行的催债短信 我灵机一动 不然这样吧 只要你愿意跟我在一起 牵手 亲亲 抱抱我 都给你钱 牵一次给一次 我不会乱来的 三个月后 要是还不行 我们就分手 说完 我又觉得有点后悔 怕他觉得我侮辱他 又怕他觉得我好色 秦夜看了我半晌 估计是想到了 他那个败金劈腿的前女友 牵了牵唇 竟然答应了 回家后 我激动得一整夜没睡着 猫都被我卢炸毛了 我终于有理由 可以顺理成章地亲近他了 这是我整个少女时代的梦想 和秦夜在一起后的第一情人节 我忐忑又期待地把约他出来 想要找机会 使我们的关系更进一步 秦夜看穿了我的小心思 但还是同意了 他整个人都瘦了一圈 看起来有些憔悴 据秦夜哥们说 柳安安的离开 对他打击很大 我替他难过的同时 又有点庆幸 如果不是这样 我怎么能拥有得到他的机会呢 我真是个坏女人 第一次在大街上被我牵手 秦夜皱着眉 克制了很久才没把手抽回去 他的掌心干燥温暖 手指修长有力 再往前推二十天 这是我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看到别的小情侣 甜甜蜜蜜地走过 我暗搓搓地羡慕 什么时候我们也能这样呢 看完电影出来 已经很晚了 秦夜把我送回家 眼看他毫无动作 我有点着急 脱口而出 能不能亲一下 秦夜又是那个表情 眉头微微一挑 看得我心口一颤 我连忙掏出手机 二话不说 给他支付保转了一笔钱 然后把转账记录局给他看 秦夜不声不响地俯下身 朝我贴近 妈呀 我的心脏好像停了 他又墨地顿住 眉头微微促起 我生怕他反悔 我点蹊脚 在他唇上啄了一下 亲完我脸颊滚烫 过了好一会儿才敢 偷偷抬头看他一眼 我满心以为他多少也会有点害羞 结果人家确实平静得很 仿佛什么也没发生 好吧 市场交易罢了 他说我先走了 我点点头 又叫住他 等等 然后拿出准备好的情人节礼物 一条价值小万元的Gucci皮带 秦夜伸手接过 往袋子里看了一眼 谢谢 破费了 虽然在一起了 秦夜依然对我不冷不热 我不找他就不理我 回复我的内容永远言简一概 能在十个字以内表达清楚 绝对不会多加一个标点符号 聊多了还会不耐 宋晨 你很闲吗 对呀 对呀 我很闲 下了班要不要来我家吃饭 我做给你吃 我在公司楼下吃就好 我很会做饭的 真的 你告诉我你想吃什么 多跟我约几次会 你一个月工资就有了 可能是被我骚扰的不行了 他最后回了一句 我下了班过来 我立马激动地爬起来 冲进厨房打开冰箱 冰箱里全是他爱吃的 下午七点 秦夜才姗姗来迟 他穿着黑色连帽衫和牛仔裤 一眼看上去还像个大学生 对不起 路上堵车 然后看着地上的男士拖鞋 表情一顿 专门给你买的 还是新的 我讨好道 他意味深长地瞥了我一眼 饭桌上 我试探着跟他提起同居的事情 你现在住的地方太偏了 通勤时间太长 很影响幸福感的 我这里离你公司很近 骑单车十几分钟就到了 省得天天高峰期堵车 家里的房子被银行收走后 他就开始自己租房 这样也能给他省下一笔房租 最主要不同居的话 我连见他一面都困难 还怎么得到他 秦夜盯着手机荧幕看了一会儿 神情有些阴郁 忽然抬头对我一笑 好 我没想到他这么简单就同意了 张着嘴愣了半天 吃过饭我打开手机 也看到了柳安安那条朋友圈 背景是清晨的日光 他的富二代男友趴在枕头上睡觉 画面美好安宁 配文 傻猪猪 周末 秦夜真的搬过来了 他的东西很少 一个背包 外加一个行李箱 就是他的全部家当 不过没关系 我什么都有 我住哪儿 他还设了一圈屋内 测过杂物太多还没清出来 要不然你先跟我住吧 我给他看我收拾的整齐又温馨的主卧 暗示到我床很大的 睡我们两个戳戳有余 秦夜静静看着我 没说话 好吧 我只能拿钥匙打开侧卧的门 替他把行李拿进去 此时此刻 我多么希望我住的是一室一厅 杂物很多 秦夜淡淡质问 我可怜巴巴地看着他 他没再跟我计较 收拾东西去了 看到秦夜出现在我家 还成了我的男朋友 真是像做梦一样 我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三个月 为了让秦夜喜欢上我 煞费苦心 以前爱来床的 我现在每天七点钟不到 就爬起来 跟屁虫似的 守着秦夜刷牙洗脸 然后攀着他的脖子 得到一个清新的吻 秦夜显然还不太能适应 捧着脸忍辱负重 好像被小狗舔到一样 舌头都是僵硬的 导致我有种强撸梁家妇女的犯罪感 但是为了值回票价 我每次都忍受着 良心的煎熬清购三分钟 某一天 因为亲得太过认真 险些超时 秦夜猴头一动 猛地推开我 摸了摸嘴 宋辰 你谈过几次恋爱 这么熟练 他是夸我技巧好吗 其实我都在他身上 练出来的 半个月了 秦夜对我还是很疏远 从来没有主动亲近我过 不过我没有受挫 依然竭尽所能地对他好 小可怜 家里出了这样的变故 他肯定很难受 性子闷一点 我也能理解 我买来各种名牌潮牌 把他打扮得帅气逼人 和从前没有什么两样 下雨天撑着伞在外面 冻得瑟瑟发抖等他下班 怕雨天他打不到车 回家晚了肚子饿 至于为什么不进去等 因为他说不想要公司同事 看到我 深夜 我起来喝水 正好看见秦夜 在客厅冲咖啡 房间里计算机还开着 我问他怎么还不睡 他捏了捏眉心 神情很是疲惫 公司的一个项目 甲方要得 急在赶进度 这一刻 我切实感受到了他的压力 临近毕业 他父亲的生意出了问题 合伙人携款跑路 承接的项目 由于没有政府批文 成了一块废地 面临大笔赔偿款 只能跑去南非追债筹款 从衣食无忧 前途明朗的高富帅 到现在背负拒债 父亲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回国团聚 我趴在桌子上 强忍着睡意 那我陪你 他笑了一下 觉得我可怜 我摇摇头 你很棒 比过去的你还要闪闪发光 我真的超喜欢你 他脸了笑意 没说话 后半夜我哈欠连天 不知道什么时候睡了过去 睁开眼的时候 人躺在我房间的床上 然而并没有什么 柔情款款的公主抱 清晨的时候 秦也把我叫醒 我自己走回去的 渐渐地 秦也对我的态度 似乎软化了一点 跟我亲亲时会 扶着我的后脑 也没那么抗拒 和我在外面牵手了 有一次 我们差点被人群冲散 还是他握紧我的手 把我拉了回来 过生日那天 秦也问我想要什么礼物 我害羞地说 我想要摸他的腹肌 可不可以 秦也嘴角一抽 硬邦邦地说不可以 我有点失望 哦 那就亲亲吧 我以为秦也还是会拒绝 没想到他答应了 好 我一愣不收费吗 他露过我的腰 唇在我脸颊上贴了一下 不收 好敷衍 不过他摸我腰了 转了 晚上吃烛光晚餐 因为气氛太好 秦也今天又格外好看 我没忍住坐到他腿上 亲了他 秦也顿了一下 张开嘴接纳我 亲到后面 我整个人都热热的 秦也的大腿也变得好烫 但是考虑到家时 需要二倍费用 我强忍着退开 秦也的眼睛被我亲得湿漉漉的 嘴唇也红了 好可爱 就是不知怎么的 有些不太高兴 拧着眉不满地盯着我 就在我以为我和秦也的关系 越来越好的时候 秦也的前女友从国外回来了 柳安安回来的第一件事 不是找秦也 而是发消息 约我去咖啡店 他想跟我谈谈 我一看就知道 他不怀好意 果断拒绝 结果他一句话 就让我破防了 柳安安 你和秦也的交易 我都听说了 得不到就用钱买 你把他当什么 他根本就不喜欢你 你这样根本就是在强迫他 他说 如果不是为了报复我 你觉得他会接受你吗 我沉默了 突然觉得有些难堪 我发了很久的呆 认真反省自己 是不是做错了 强迫来的感情 还是我想要的感情吗 柳安安是秦也的初恋 他有多喜欢他 我很清楚 因为柳安安的离开 他酗酒 把自己喝进了医院 说真的 我好羡慕他 就算到现在 秦也真正喜欢的还是他吧 在我思考的这段时间 我开始有意识地 和秦也保持距离 也不和他拉手 也不和他亲亲了 其实也没有必要了 起初 他同意 跟我在一起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需要钱 而不久前 他爸那边传来好消息 合伙人找到了 也追回了款项 那块废地 因为新政策扩招 又成了香波波 问题已经解决了 只等三个月的期限一到 他就会跟我分手吧 早上七点 我默默拖着沉甸甸的身体 爬下床 长期的早起 让我养成了生物中 每天一到点 自动睁开眼睛 不得不跟在秦也屁股后面 刷牙洗脸 捞吃好自己 我发现秦也站在我身侧 像是在等待什么 怎么了 他抿了抿唇 转身回房间换衣服 夜里 我躺在沙发上 看了看时间 以往无论多晚 我都会坐在客厅等秦也下班 然后扑到他怀里 给他一个拥抱 我很喜欢我们之间的身高差 每次都觉得自己特别小鸟依人 秦也是不是这么觉得 我就不知道了 我后来想了想 他应该是更喜欢高挑的女生 毕竟柳安安就有一米七二 直到八点 秦也才从公司回来 我打了个哈欠 没有离开沙发 又加班到现在 你吃过饭了吗 他顿了一下才说 吃过了 我呕了一声 桌子上有哈密瓜 秦也点点头 脱下外套 进浴室洗澡 男生洗澡一向很快 没多久 他就一身水气的出来了 今天格外犯规 睡衣的扣子都没有好好系 袒露着锁骨和一小片胸膛 看得我眼睛都直了 他擦着头发走向我 从茶几上 插起一小块哈密瓜 放进嘴里 换沐浴露了 嗯 清爽柠檬味的 就很可口 你洗过澡了吗 怕自己做出 什么无法挽回的事情 我胡乱点点头 匆匆起身进了房间 太难了 要知道我以前的愿望是 秦夜和清华总要上一个 周末去游乐园约会 人很多 有些拥挤 他很自然地牵起我的手 我一将 像出电一样地甩开 秦夜猝眉 疑惑地望着我 我找借口 这个月零花钱不够了 意思就是我们保持距离吧 反正他家的麻烦已经得到解决 不需要我再提供经济支持了 不过最近也真的是很穷 家里开始苛扣我零用钱了 禁遇势在必行 秦夜的脸色似乎有些难看 秦叔叔回国再急 秦夜却病倒了 他这段时间为了项目加班加点 无论是身体孩儿 是精神上 都是极大的负荷 更别说有时候 还要被领导抢拉去应酬 晚上接到他的电话 声音里带着醉意 我连忙开车去会所门口接他 秦夜高大的身体已向我 看看靠在车上 他一喝醉 桃花眼就会泛起水光 活脱脱的袖色可参 我真怕他那个女老板对他下手 小秦最近辛苦了 这笔单子能弹下来多亏了他 回家好好照顾他 明天休息一天 不用上班了 老板态度还算和蔼 把秦夜的外套递给我 我道了声谢 在助理的帮助下 把他扶进后座 开车回家了 我瘦小的身躯 艰难地将他扛进电梯 还没松口气 秦夜福在我耳边 滴滴地说了一句 宋晨 你怎么长不高 他果然嫌我个子矮 我气愤地嘟囔 你懂什么 这叫娇小 他笑了一声 好不容易将人拖到床上 我看着他略微发白的脸色 和额头渗出的冷汗 一侧体温38.2摄氏度 完蛋 发烧了 秦夜眉头紧簇 嘴里念着什么 我靠近一听 好样的 在喊妈妈 他母亲过世的早 在我记忆里很模糊 我拍了拍他的帅脸 妈妈爱你 接下来的一整夜 我充分发挥了母爱的伟大 又是为他吃药 又是给他擦脸换衣服 期间他还要上厕所 还不让我看 我让他撑着墙 躲到外面捂住耳朵 在心里祈祷他不要摔倒 一晚上折腾了两三次 这孩子到底被灌了多少酒 好在年轻人恢复能力很强 第二天他就好得差不多了 秦夜有洁癖 受不了自己的邋遢样子 力气一恢复 就去浴室冲了澡 我腌了巴基地 给他煮了碗粥 打算等他吃完 就去不叫 秦夜说 我今天换了个口味的牙膏 他摸摸我的脑袋 俯下身轻轻稳住我的唇 哦 稀有味 甜甜的 我思索了三秒 好像明白了什么 你最近很缺钱吗 秦夜嘴角一抽 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 柳安安和富二代分手了 据说分得很不体面 不是每个条件好的男人 都像秦夜一样 是想认真跟他谈恋爱的 秦夜应该也知道了 他这几天变得很奇怪 心不在焉 总是不停地看手机 有时候还会避开我出去 和别人打电话 我装作不在意的样子 随口问他是谁啊 秦夜摇摇头 没说话 他不喜欢说谎 下午 我收到一个朋友的消息 说他看见秦夜和柳安安 在半岛酒店附近 问我他们是不是 就情复燃了 说实话 我也想知道 半岛酒店离我家不远 开车用不了多久 我去的时候 恰好看见秦夜 把他送到酒店门口 柳安安情绪似乎很低落 两个人说了什么 他突然回身 抱住秦夜的腰 秦夜被对着我 看不清他的表情 想必是很温柔的 真羡慕呀 不需要任何条件 就可以得到 他真心实意的拥抱 三个月就要到了 他已经做好了选择 晚上秦夜回到家 我的大橘猫 跑到他脚边蹭了几圈 他弯腰把猫抱了起来 眼看我抱不了三秒 就挣扎着要跑的胖猫 在他怀里 像小娇妻一样温顺 我顿时就生气了 真是双标的男人 连猫都可以得到 免费的抱抱 到了我这里 就要收钱 于是我走过去 狠狠撸了一把 他那颗淫荡的猫头 秦夜的脸莫名红了 怎么穿成这样 以往考虑到秦夜的感受 我都是比较规矩的 连短一点的裤子 都很少穿 今天 纯粹是懒得在意了 我说 在家穿吊带凉快 他的视线 划过我的肩膀和锁骨 竟然恩了一声 确实 我故意说 那我以后天天穿 管你介不介意 他弯了弯唇 好 夜里我翻来覆去 睡不着 跑去世间柳安安微薄 刚开始只是他吐槽 发泄生活中 一些不满的地方 普通小女生的感觉 和富二代在一起后 基本都在炫富 和秀恩爱了 我很久没看 再上来 发现他把以前的微博全清空了 最新一条 他PO出了两张聊天截图 时间线跨越两年 一张是大学时期 他问 无论如何你都会陪着我吧 秦夜的回答是 我会 还有一张是两天前 他说 你还在等我吗 秦夜 嗯 我盯着那个恩字 攥紧了手机 忽然觉得喘不过气 他从来没有放下过柳安安 第二天吃早餐的时候 我下定决心 先他一步提了分手 秦夜拿三明治的手书的停住 唇角紧绷 抬头盯着我 眼神冷峻的有点吓人 为什么 我没想到 他还会问为什么 一下子 有些无措 含混道 腻了吧 而且我们约定好的 三个月还不行 就算了 他没再说话 最后三明治也没吃 害得我一个人 吃了两个 天黑了 秦夜迟迟没有回来 我觉得他是不会回来了 我发消息跟发小说 我失恋了 难受 发小当即表明 要带我去蹦迪 物色新帅哥 在对方健硕的胸肌上 忘掉所有不开心 不想留在家里 独物私人 我翻出小吊带战袍 努力化了个浓艳的妆容 力图让别人 能在变幻的灯光下 找到我的五官 结果两杯酒下去 我才有点感觉 发小就醉了 没办法 我让服务 生找了个包房 把他扶进去 去洗手间的路上 我碰见了秦夜和他的同事 他看见我 眯了眯眼 我假装不认识 打算无声无息地路过 反正他说过 不想让同事 知道我和他的关系 秦夜却不识趣地 挡在我面前 质问道 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郁闷的枪声 你能来我不能来吗 发小最熏熏地 从包间里出来 勾住我的肩膀 最眼朦胧地说 宝贝 怎么自己走了 我嘴角抽了抽 他摸了摸我赤裸的肩膀头 嘟囔 怎么穿这么少 快把爷的大衣披上 发小是我给蜜 正正经经一米八高个的大帅哥 秦夜表情阴沉沉地 一拳挥向他 发小被撂翻在地 捂着连眼泪都出来了 哭哒哒地说 啊 你怎么打人啊 我心疼地跑过去 把他扶起来 秦夜你有病吧 秦夜长腿一脉 逼近我们 发小吓地躲在我身后 秦夜冷眼盯着我 一开口 却像是有一丝委屈 你护着他 我醋眉 这是我朋友 我当然护着 秦夜的同事 在一旁 择了一声 什么朋友啊 比男朋友还重要 我没理会他 抓着发小的手 准备离开 明天 把你的东西收拾走 隔天早上 秦夜来了 他进屋后 四处张望 不亦察觉地松了口气 昨晚 那个是我发小 人家有女朋友 我说 我可不会和他一样 暗度陈仓 秦夜眼神柔和了些许 他微微低头 沉默了一阵 对不起 我没啥表情 你的东西不多 一上午应该能搬完 他抿了抿唇 其夜走了 以前习惯了 不觉得有什么 现在却觉得家里一下子变得冷清了 我坐在沙发上 开始思考要不要出去找个班上 我不喜欢996的生活状态 毕业后选择 做了动画编剧 时间随性 一天只用工作两个小时 当然赚的钱也只够零花 就在我迷茫空虚的时候 家里给我安排了相亲 对方还是个比我小两岁的弟弟 陆信哲 连名字都透露着年轻又火热的气息 换做以前我可能会拒绝 但是现如今经历过情商的我 觉得还是长辈的眼光靠谱点 靠自己我快不行了 见了面对方一笑年龄没有虚报吗 怎么看上去比我小很多的样子 我谦虚到 个子矮 个子矮 那就好 不然我会有种 和高中生相亲的罪恶感 我努力长高点 他站过来和我比了一下 鼻尖看看底上他胸口 突然拉近的距离让我心口一跳 陆信哲退后半步 调侃我 156 我血压一下子就上来了 158 跟陆信哲相处的几天 让我明白一个道理 嗯 有钱就应该包养 这种帅气又乖巧的小奶狗才对 我想开了 主要是想不开又能怎么样呢 我刻意屏蔽了和秦夜有关的一切 也不去关注我们分手后 他有没有跟柳安安复合 朋友有时候不经意地提起 都会被我打断 渐渐地 他们也都明白了 不再在我面前提到那两个人 可这座城市太小 那天我和陆信哲在超市买东西 竟然就遇到了秦夜 他正在挑选货架上的东西 一抬头 与我四目相对 我强作镇定 但已经想走了 他看了我一会儿 一步步朝我走过来 好在这是陆信哲 从背后拍了拍我的肩膀 跳好了吗 我嗡了一声 我们走吧 接下来我们去了一家餐厅吃饭 刚坐下没十分钟 秦夜也进来了 还坐在了我隔壁桌 这次他旁边还跟着柳安安 他们果然在一起了吗 我低下头 麻木地用吸管 搅动着杯子里的冰块 陆信哲问 怎么了 他很敏锐 从超市那里就察觉出了我情绪不对 我摇摇头 前男友 陆信哲眨了下一眼 那个女生呢 我闷不作声地看着他 他却笑了 提议道 天这么热 想不想去游泳 才刚认识就这么刺激吗 啊 我不会 我可以教你 他像是在喜欢的女孩面前炫耀的小男生 语气里透出小小的得意 我之前是游泳校队的 你们女生不都喜欢八块腹肌吗 要不要看看 他腰好像确实很细 这下我脸是真的红了 阿耶 怎么了 柳安安略感意外的声音传来 我下意识转了下头 看见秦也微醋着眉 杯子里的水洒出来了一些 他用纸巾擦干手背 没事 我想了想 还是觉得不好意思 今天太晚了 以后吧 陆信哲也没生气 弯着唇说 好 秦也从座位上起身 对柳安安说 你自己吃吧 我还有事 先走了 于毕 他真的就离开了 柳安安表情有些难看 吃饱喝足 散不消食 送我回家的路上 陆信哲慢慢牵住了我的手 可能是太久 没有谈过正常的恋爱 不给钱 他都愿意主动亲近我 让我有点受宠若惊 天色昏昏暗暗的 快要黑了 他俯下身略微靠近我 嗓音压得很低 要不要请我上去坐坐 我想说你还小 不大合适吧 他扶住我的腰 低头亲了过来 刚被他的唇蹭到 我就被一股 距离拉开了 秦也攥着我的手 脸色难看 冷冷开口 你是不是傻 白白让人家占便宜 我又亚裔又恼怒 他长得比你 差不到哪里去 难道不是我占他便宜 秦也气得 用力捏我的手 好疼 我眼泪都要下来了 挣扎着说 这是你主动的 我没有牵你 秦也脸都气绿了 陆信哲站在一旁 若有所思地望着我们 秦也问 你喜欢他 对呀 我就是喜欢这种 帅气可爱的小年轻 我瞪着他 说话不自觉 带出了点鼻音 比你体贴 比你温柔 比你会哄人 还不带收费的 最关键的是 不会劈腿前女友 我在心里补充 秦也眼底略过一抹黯然 缓缓松开了手 陆信哲拉过我 我们该回家了 姐姐 他这声姐姐 叫得又轻又软 莫名色气 我耳根子一热 故作淡定地 跟着他走了 也不管秦也会怎么想 电梯门开了 陆信哲 却没有一起进来 还要我上去吗 我愣了一下 才明白过来他的意思 然后有些不知道 该怎么回答 隔了两秒才说 对不起 我好像还需要点时间 他一笑 没关系 等你觉得可以的时候 再联系我 这孩子是真想得开呀 两天后 打开计算机 准备修稿的我 却怎么也找不到原稿了 为了更直观 更方便 我有把稿子打印加定 再做批注和删改的习惯 找了半天 也一无所获 我焦头烂额 没办法 只能打电话 试探性地问问秦也 他语气淡定 在计算机桌 左边第二个抽屉里面 我打开一看 非常震惊 诶 你怎么知道 他叹了口气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 我这个人记性不太好 经常丢三落四 秦也住进来以后 很多东西 都是他帮我收着的 还有 你生理期快到了 他说 纸疼药应该吃完了 记得提前备好 我脸一红 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 纸疼药吃完了吗 应该还有才对 去检查一下 别等到时候 疼了才想起来 他顿了顿 晚上尽量别熬夜了 挂断电话 我心里有些酸酸的 我痛经有点厉害 血量又大 好几次 弄脏了床单被套 都是秦也把我抱起来 放在沙发上 动手替我换的 他那么爱干净的一个人 看到那些暗红的血字 竟然没有半分嫌弃 他还会给我煲汤 在我头冒冷汗 手凉脚凉的时候 抱着我用手掌 给我暖肚子 那时我望着他耐心温柔的脸 心里想的是 如果他喜欢的是我 该有多好 交稿日眼看就要到了 我通宵改稿 发过去后 长吁了一口气 吃了点东西 就开始补觉 这一觉睡得十分踏实 再醒来天又黑了 我下意识想按亮床头灯 按下开关 却没有反应 怎么回事 打开微信 看到业主群里的消息 才知道 原来全社区都停电了 我新凉一大节 完了 我有夜盲症 晚上没有灯 基本看不见东西 我默默在床上躺了五分钟 最终架不住 鸡肠碌碌的肚子 摸索着下床 想去冰箱找点吃的 才走了没两步 却被什么绊了一下 差点给我整摔了 毛茸茸的 是胖橘 他甜甜地喵了一声 暗示我给他家猫粮 我弯腰把它抱起来 打开手机电筒 又看了一眼 不大充足的电量 快马家边充到冰箱前 很好 只剩一盒酸奶 和几根大葱了 我把酸奶拿出来 坐在沙发上 心酸地喝了两口 竟然品出了酒的苦涩 我当即发了一条朋友圈 希望大家给我带来 爱喝温暖 停电了 没吃没喝 家里黑漆漆的 感觉哪哪都有人 只有怀里 同样挨饿的胖猫孩 有一点温度 发出去五分钟 回复都是哈哈 还有讲鬼故事的 我善善地关了微信 最后只有我妈 给我打了个电话 劝我早点睡觉 睡前先把猫给喂了 我难过了 就在我倒玩猫凉 坐在沙发上干巴巴地 陷入沉思之际 房门被敲了敲 我浑身一阵 汗毛都立起来了 手机收到一条消息 秦夜 是我 开门 嗯 我带着一脸 她怎么来了的表情 吝啬地打开手机电筒 去给她开了门 秦夜手里拎着袋子 散发着食物的香气 她拱着腰微微喘息 像是才跑完三公里的 外卖小哥 茄子炒肉 你不是说你饿了 我看着她额头渗出的汗水 突然想到什么 电梯也停了 她看了我一眼 没说话 你爬楼梯上来的 我惊悚到 我住二十三楼 她越过我进门 把东西放在餐桌上 吃饭 此刻秦夜没什么表情的脸 竟然显得格外亲切 我连上个五楼都腿软 她竟然为了给我送饭 爬了二十三层楼 秦夜太感人了 你快喝口水吧 我从外卖袋子里 拿出矿泉水 她摇摇头 只买了一瓶 你喝 我才喝了一大瓶酸奶 我惭愧地说 没吃没喝 只剩酸奶了 就在此时 手机电筒忽然按了下去 我吓得一下子 蹦跋到秦夜身边 抓住她的胳膊 手机没电了 她像是有些无语 但还是安抚性地 拍了拍我的手 我带了应急照明灯 吃完茄子盖饭 秦夜还帮我把垃圾分类 收拾进了垃圾桶 店好像明天早上才来 我挨叹 今晚怎么办呀 白天赶搞了吗 我嗡了声 看她仍然站在那里 小心翼翼地问 你要走了吗 她沉默了一下 你想要我留下吗 我有点纠结 要不然你把应急灯留下吧 半昏暗的光线里 她看着我 像是磨了磨牙 腿累了 我要休息一会儿 嗯 好 毕竟是二十三层楼 她虚一点 我也是能理解的 过了三分钟 我问秦夜 你这个应急灯的电池 够管多久啊 两三个小时吧 那我后半夜怎么办啊 睡觉 可是白天睡了一天 我睡不着了 她似乎弯了弯唇 趁我还在 把灯关了 省着点用 只能这样了 灯灭了 我下意识 往她身边凑了凑 两个人一起 挤在沙发上 身边有个会说话 会喘气活物 能让我有点安全感 黑暗放大了人的感官 我什么也看不见 只能感觉到 秦夜清浅的呼吸扑打 在我脸上 她似乎正在看我 手搭在了我腰间 你是看了我朋友圈 才赶过来的吗 嗯 我突然想起来见识 你跟柳安安复合了吗 没有 我一抬头 嘴唇擦过一个 凉凉软软的东西 不由得一愣 秦夜搭在我腰间的 手紧了紧 呼吸也停了 即便看不见 我也能感受到 她落在我脸上的 那道视线 滚烫又带着几分克制 我犹豫了好久 没忍住问出自己 最关心的事情 分手了 还要收费吗 我囊中羞涩地说 我妈说我大了 该自己挣钱了 把我零花钱给停了 一阵寂静过后 秦夜深吸了一口气 不用 我刚想把屁股 往旁边挪挪 就听秦夜低声问 那你呢 你跟那个男生 在一起了吗 没有 我老实交代 我们才认识没几天 而且昨天 被你一搅和 有点快黄了的感觉 秦夜闷闷的 那你就让他牵你的手 我闷闷地说 秦夜 你怎么酸溜溜的 他还没说话 室内突然大亮 我一喜 等眼睛 适应光亮后 看向秦夜 发现他正望着我 来电了 他倒没有什么 特别惊喜的反应 我起身去给宝贝手机 冲上电 贴心地对秦夜说 你早点回去吧 明天还要上班 他却走到我身后 拉住了我的手腕 我扭头 对上他的视线 不要分手好不好 我很意外这句话 会从秦夜嘴里说出来 那柳安安呢 你不是忘不了他吗 我那么努力地 想让他喜欢上我 可柳安安一出现 就让这一切 变成了徒劳 秦夜眉头一蹴 谁告诉你 我忘不了他 他刚分手那段时间 你失魂落魄的 天天跟他发消息 还背着我给他打电话 秦夜思索了三秒 无奈地叹了口气 那时候合作 方钻了合同的漏洞 临时加价 怀疑是对家在搞鬼 我一直在想办法协商解决 我并不是在跟他发消息 也没有给他打电话 之所以不告诉你 是觉得没必要让你担心 没想到反而让你误会了 可是我后来还撞见你们约会 你还送他回酒店 还抱在一起 没想到会是这样 我有点委屈 秦夜微微一顿 你还有什么误会 一起说出来 我一条条跟你解释 我给手机开了机 调出柳安安那条微博的截图 给他看 秦夜盯着截图 看了一阵 下额骨 有收紧的痕迹 就是看了这个 你才决定和我分手 我点点头 他说第一张截图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不记得 我有跟他许下过这种承诺 至于后面那张 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几下翻到 和柳安安那天的聊天记录 递给我看 原来全貌是这样的 柳安安被男友家暴 惊恐之下他求助秦夜 秦夜答应 把他从富二代家里接出来 然后给他安排了酒店 聊天记录很简短 秦夜的回应也很简练 当时的情景是 柳安安迟迟没有动静 已经过了约定好的时间 所以问了一句 你还在等我吗 秦夜回了一句 我当时不是 没有想过这个可能 可是前后发生的事情 加上另一张截图的内容 直接让我丧失了信心 我太过笃定在秦夜心里 柳安安的分量 一定是大于我的 所谓的约会 就是他拜托我 帮他摆脱前男友 我带他在外面吃了点东西 秦夜说 那天他说想跟我复合 我拒绝了 把他送到酒店门口就走了 他像是在跟我道歉 是他要抱我的 我一下子没躲开 那之后 他又找过我几次 我没有理会他 在餐厅吃饭那次 也只是单纯的巧合 好吧 这个解释我还能接受 我忍不住说出我心中最压抑的部分 我一直觉得 如果不是为了报复柳安安的背叛 你不会跟我在一起 秦夜默了默 没有否认 一开始 或许真的有一些 但不是为了柳安安 我家出事后 我见识到了许多人 不一样的嘴脸 虽然明白人性大抵如此 可落在自己身上 还是没办法泰然处置 我以为你和那些人差不多 所以起先 没有在这段感情里 投入太多心思 但是后来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就不受我控制了 他捏了捏我的手 就算明知道 你只是小女生的新鲜感 得到了 也就厌倦了 我大感冤枉 我什么时候厌倦了 秦夜望着我 低声道 分手的时候 你自己说的 我大声嘟囔 你好记仇 我说了那么多次喜欢你 你不信 我就说了那么一次腻了 你就放心上了 秦夜弯了弯唇 所以没有腻吗 我还没想好怎么回答 手机突然弹出 一条微信 是陆信哲的 我点开一看 发现他发了好几条 关心我的消息 还给我打过一通电话 我抬头看了一眼 秦夜给他回了一条过去 我没事 店已经来了 手机刚才关机了 陆信哲 那就好 我还担心 你晚上吓得睡不着 赶紧吃点东西吧 嗯嗯 好 想了想 还是加了一句 秦夜已经把吃的 给我送过来了 陆信哲 恭喜 其实他还挺有风度的 秦夜看我和他有来有往 在一旁语气生硬地说 他不适合你 何以见得 那天在超市 我看见他拿了一盒套 提前结账了 我恍然大悟 怪不得他看见 陆信哲送我回家 会那么生气 现在的小男生 都这么不得了的吗 我说 他还要我去游泳呢 秦夜把我抱了起来 大步走向房间 喜欢油 我可以陪你油 这 这是我想的那个油吗 秦夜好像变坏了 他低头亲了下来 我娇羞地扒着门框 试图阻止 别 我没钱了 秦夜咬了咬牙 先欠着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